邪淫非常损害婚姻 现在社会很多女子 打扮自己 实际上是往妖艳的方向去打扮 现在很流行一个词语 叫做性感 所谓的性感是什么呀 就是能够引起异性的兴趣 把自己打扮得越性感越暴露 以此为美 而不是以此为丑 请大家记住 如果女性穿着暴露 一方面不仅导致你自己身边的这些男子 会邪念重重浮想连篇 另外一方面 你走在大街上对整个社会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也非常大 是一个人心神无法安定下来 邪思邪见特别多 而这些反作用力会丝毫不爽的 反映到你的婚姻和生活当中去 比如著名的奥斯卡魔咒 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查 那些女性当上影后之后就分手 这是偶然吗 这就是自己的性感行为 引发了别人的邪念 让别人种下了负面的种子 别人因此而消耗了福气 那么这所有负面的一切都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来 严重的会影响到伴侣关系 如果没有伴侣的 会严重妨碍你自己找到合适的伴侣 有句话说 三精成一毒 专伤不解女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三个男人的经验混在一起 就是一种极其毒性 非常严重的毒药 专门伤害那些在男女关系上 不清净不干净的女人 伤到什么程度 这种女人会得一种病 在古代来讲 叫做铲回头 铲就是生铲的铲 回头就是回头的回头 叫做铲回头 铲回头用现代的话讲 就是肱颈癌 这在现代科学当中都有印证 在美国的一个监狱里面 医生去做调查 结果就发现 从事妓女工作的女性 所得的子宫颈癌的比率 要比其他职业的女性 高出五倍 另外 也会有人问 当第三者会有什么麻烦 回答 一 堕胎的几率会非常大 二 几乎是永无出头之日 现在不少人都喜欢 墙内红旗不倒 墙外彩旗飘飘 一般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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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